不用三天 三天就看你 你要這樣想 所以受傷不能怕痛苦 一切的感受 只要你的動機是自備的 這個感受都是小夾中的 都是理責合佈的 這真實是這樣 人家害你其實是在小夾的夾 這個人 把你悶離開 其實也是在讓你越好 你要這樣想 這個世間 心肝一直保持好 都想好的 事情都變好 你心想煩惱 害怕 賣的就要牽牽 所以這點各位要突破自己 所以一個人要想自備心 通膽的一輪就是五十 我的辛苦啊 我的名利啊 我這樣對不對啊 我的愛情啊 我的情率啊 你有這個我 你就沒辦法去了解空性 沒辦法電路代鼻心 破體心 要怎麼消毒我 像剛才我的方式就是 一切都為別人 都拿別人想 蜜蜜不要拿起來 要金金像魚 沒有你竟然吃掉 我跟你說 蜜蜜要看 別人要需要什麼 別人要創什麼 你們都說 歐 不好意思 我要進去託我的福徉 沒時間去 欸 你這個人又祖書了 託福徉是託在眾生的辛苦 當然現在都 我叔叔常說 現在都沒有託星 都沒有要照理了 你就照著去救 看見福徉 這樣啦 託星要照理福徉就好 蓋起來 靠去服務到快 各位記得喔 這點你會記得 三部都替你安排得好 好 一切替你安排得好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用心計較 這樣啦 沒時間 沒錢 這都是你用心計較 沒信心 所以學會的人 一定要講自己 膠帶 阿彌陀佛 膠帶的大眾菩薩 他替你 替你保得好 好 什麼時候 要讓你託星 三點就要叫起床 你如果這樣睡不好 其實不是要叫你 上去打床 你再找去睡 你如果三點 起床 整天進行就好 你如果再找去睡 睡到八點 整天都在睡 那其實都 福復薩要替你安排 在最恰當的時間 讓你得到他的加持 如果那個時候 你來打打坐 那個時候 你來看看經 所以 學會以後 你就覺得主宰 沒來沒去沒事情 如來 為什麼 你要完全相信 阿彌陀佛 相信 大眾菩薩 他替你擺得好色好色 不用擔心 把人家怎麼說 你都笑笑了 因為他們不瞭解 好好壞壞 雖然 但是你的心 當然不是 你的動機都正抗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是 各位有時候 你在家的 回家 從今天開始 每天都要 教請我們 咖哩 魚市場 的魚 都來我們家 好 阿彌陀佛 你既然來到這裡 就吃了 有煙 你怕你來這裡 幾點鐘 這就是你的家 你有煙 這樣 所以各位 我們家 我們家常常說 你一定要照片 每一個地方 給他結煙 結煙回來後 那些煙都不會回去 你不可以說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要給他重煙 不可以這樣想 要給他結煙 然後要回向他 然後要回向他 過去把你 把你倒下的 過去把你欺負的 結果把你騙感情的 那叫做煙 要沒有分別 回向他 這樣就好了 感恩他 這叫做什麼 再說一遍 來 晚清秉定 這樣才能夠照顧 有的人 一直要把他照顧 回向他照顧 他才不會照 師父啊 我辛苦晚清這次了 你不把我趕快照顧照 不然對師父啦 你講到他比較大 你很祝師父 那個晚清這次 我這裡不對你師父 我對得讓你死 你真的壞了 你 我很多看 本來很簡單的事情 變得很複雜 變得很複雜 因為你的起心動 讓完全接觸 知道你拜託他 你真的壞了 記得喔 所以要超度冤心在座 你一定要全然的接受他 不要拜託他 我們現在人家會拜託 我摸到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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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沒有辦法修行 修行首先你要全然接受因果 從因果裡面去覺醒 其實對方是在成就你的 在消極的 你就是欠他十塊 他不是要來幫你討 你這個十塊還沒完 你變得開地匪 這個意思 所以你要很高興 高興接受這個 我欠他十塊 結果他看你的高興 把你拿一角就走了 所以叫王馬子十六刀 這個王馬子 本來要去抬那個好人 抬十六刀 結果那個好人 每天拜觀神菩薩 觀神菩薩跟他講 明天有人要來幫你討 你欠他十六刀 他一間工員 跟他們家的人都救救走 他說明天有事 你們先離開 他穿軟刀穿好小好小 錢都放在桌上 他說我欠你十六刀 給他欠我 讓你帶他開心 結果那個炒仔來 王馬子告訴他 那個好人說 你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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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吃吃的才講 錢都在桌上 那個 那個 倒桌的時候奇怪 你什麼 起床 他說我自己說 我做夢夢就 觀神菩薩說 我欠你十六刀 我欠你很多錢 我甘願 我錢都賺他 請你一飯 你什麼 你這裡給我抬 沒關係 那個炒仔說奇怪 他也拜觀神菩薩 你派人也是拜觀神菩薩 好人也拜觀神菩薩 真正有做事 他當然不敢抬 結果那個老闆說 你一定要幫我抬 你不幫我抬 你不幫我抬 你還要幫我抬我抬我抬我 我告訴你 結果倒桌就用那套抬起來 好啊好啊 我在膝蓋裡給你 給你畫十六下 我們大家都沒有太欠 你看看 你再找一個好朋友 那倒桌就要開五 不要再做菜 所以各位 你接受了 反而消業障 反而沒事 你排斥了 反而事情越嚴重 這個道理啊 各位要真心的相信 相信 所以不能再嫌 你的兒子 有人說 師父我的兒子現在都傻傻 你沒有在那裡黏黏的 沒辦法 那個弱智的 黏 你就要好好照顧 接受他 這樣你開智慧 這樣 你知道嗎 愛這四人 自然 後來就 早前提早下部 後來呢 自如他就去紀錄世界 後來就變得很聰明 但是你要接受他 你不能拜託 我就希望他 希望他早前聰明 希望這個破片 快要過去 希望怎麼樣 希望怎麼樣 有所求 那不是佛教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一定要抓住這個重點 因為我們要照顧 特別我們要完成這組 因為我發覺現在有很多問題 很多菩薩 包括出家人 照顧 還有久了都沒有照顧 每次同樣的問題產生 原來他的修行 有一點問題 有所執著有所求 一切法皆接受 一切法必盡平等 一切法無有分別 那各位要抓住這個重點 你不抓住這個重點 有對跟錯 有對立 那你永遠看不到法是什麽 你像佛教背起來 你也不知道佛法是什麽 變成有所分別 有所執著 所以 那這樣 你永遠看不到真理 所以我們要做 我們達摩祖師說 教外別傳 不立文字 以心傳心 他就是怕別人執著文字 所以 在當時候的因緣是如此 所以呢 連講經的大法師都執著文字不開口 連做功德的皇帝都執著功德不開口 所以達摩祖師在對字 告訴這些方法 那我這裡面要強調一下 唸阿彌陀經 要怎麽唸呢 一定要 唸一下 與佛同心 同行同願 你要跟阿彌陀佛共心 甚至 要跟阿彌陀佛共心呢 把你的心交給阿彌陀佛 好嗎 完全融入阿彌陀佛的心 與阿彌陀佛同行同願 阿彌陀佛怎麽同心 我就怎麽同心 所以 你本身要有自己要求佛同心佛 而且 以翁身基督世界為方便 有這個願 然後呢 翁身盡頭 你有那個心願 你如果那個心願 你保證信佛 阿彌陀經者呢 現發願 當發願 以發願者 得阿彌陀佛三秒散佛體 不退阿彌陀佛三秒散佛體 你已經法官要去教導世界的人 你保證信佛 你說要講在哪裡 以你發菩提心 願成佛的功德 來引導父母眾生 往生西方世界 你退去念阿彌陀佛經 所以念經不用說 我教教要念幾遍 但是幾遍也好處 我要七遍發阿彌陀佛的我 所以我念七遍阿彌陀佛 我要三遍發地藏恩菩薩的願 要按照地藏經去法官去做 這樣來念地藏經可以 而不要說 哎呀我念好幾遍 我念得很熟很熟 但是自己卻沒辦法承擔 地藏菩薩的本願 而有分別心 那就不好了 眾生皆有佛性 所以呢 那個就是 眾生如果你能夠震入佛性的意思 你看眾生都是未來分 什麼地方都是緊迫 像我們今天這個地方 是不是世方基督世界 都是 所以呢 哇今天在淨土啊 對 因為彌陀阿彌陀佛在你的心裡 你看什麼地方也緊迫 你看什麼人也是阿彌陀佛 修行是活在當下 你不能去想 我明知道我到底要去安裝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這個不是修行 現在 我很認真 要進入極樂世界 要跟阿彌陀佛合為一體 成佛 也當願眾生 所以都能如此 譬如說 你的老父 現在在中間症 很痛苦 你心不能亂去 你心亂去 很感到他的痛苦 這樣在他 這個時候 我坐在媽媽旁邊 也好你在哪裡 我專心為他念 藥師經 藥師奏 專心變成 你變有熟睡 幫助你的父母 不可能不好 那了解嗎 但是 如果你用你的煩惱心 母啊 要怎樣 我給你念有熟睡囉 母啊你不能痛 有熟睡不住 母啊你不能痛 所以各位 因為你動了煩心 那佛力就不見了 我為我媽媽 你藥師奏 我至少這五分鐘 我很認真 完全與藥師佛的力量 回向 那他就得到 藥師佛的價值 所以同樣 我剛才強調 我們願 一切 這個輪迴的優情 都 以心傳心 我們的心 影響他的心 我們像阿彌陀佛的心 透過我們的心心 足鼻心 進入他的心 請問 那個所謂痛苦的重心 會去基督世界嗎 當下超度 你如果說 等我幾年要再來 這個跟在家出家沒有關係 這個跟你修行多久沒關係 是你能不能得到當下的法喜 佛法無深淺 佛法不在哪裡 佛法在你內心裡面完成 而感動了對方的心 各位練習這個 專心就是天才 這個叫保持正念正定 那時時刻刻你都在法喜 你不會說 別人讀十本佛經 我沒有讀 別人讀佛學院 我沒有讀 別人出家 我沒有出家 別人好家 我散 這個叫分別意識 這個分別心 就會讓你念佛沒有力量 所以各位 你現在不用擔心 人家念阿彌陀佛經 我都不會 我就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結果誰生氣 你生氣到世界 因為你的轉心 信心 所以這點也很重要 但第四分主就不一樣了 我沒有公經 我沒有看佛經 他有分別心 他沒有辦法去採討 他也沒有辦法敲導中心去採討 我說一個 我剛才說的 我那時候大家出家 去會的講堂 我們裡面都是第四分主 有博士 大家都 我也準備要讀佛學院 但是裡面有一個老婆 什麼他都不會 早課晚課 一定準時來 站在那裡也站在那裡 要跟八十歲 他都沒辦法 他只是管音菩薩 管音菩薩 跟他念這個而已 唇都不孝 有一天我在坐那裡 回到那個煩惱 他說 海頭師 你有什麼事情跟我問 我來問關仙菩薩 關仙菩薩 會跟你講 真是如此 我們在煩惱 他沒有在煩惱 結果 我們會的講堂 要聽 我們師父叫我去 伯父上 我去伯父那時候 關仙菩薩 他說 原來他的臉就是 那個菩薩就是 關仙菩薩的臉 這樣 這關仙菩薩 就說收行的方式是這樣 你們都分別心 因為我們裡面的人 都是要來討論 要來外國流 要來討論 要來討論 心念佛 這個意思 你越想要幫助眾生 你越要有這個信心 願力 專心 一開始 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發心 我們這個大地雖然不是淨土 但是有很多菩薩 倒架此行 故意在這個說佛世界度眾生 細心不亂 把我們的心抓住 細就像綁著 一心一意 想要幫助眾生 想六趣眾生 眾生種種苦惱 希望各位這一定要去做 細心不亂 不是在想兒子女兒發財 細心不亂居然是在想的 六趣眾生種種苦惱 所以本身你要了解 地獄道的痛苦 惡鬼道的痛苦 動物道 你看牛怎麼被殺 豬怎麼被殺 魚怎麼被殺 今天我在車上 剛好看到一種叫金槍魚 金槍魚很大隻 外國人 十幾步漁船把他圍起來 然後呢 那個金槍魚掉起來 比人還高 然後呢 就在那邊掙扎 馬上就 他們的痛苦 甚至我看過他們殺海豚 那個日本人 海豚抓起來 然後呢 刀子喉嚨一叉 他的尾巴在 這樣 你要一直想 做人的痛苦 老人的痛苦 窮人的痛苦 就算你很有錢 你還是要面對老病死 死亡以後的痛苦 天人 提定個行 天上的神 要捨抱的時候 那種痛苦 幾百個太太跟別人跑 身體 變成很臭 而且知道 再來他直接要下地獄 他很知道 我們人要死 還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還不會怕 天人要死 還知道 他直接要去投胎做豬 直接要下惡鬼道 直接會下地獄道 那種種種的苦惱 各位要多練習 因為修學大乘佛教 如果沒有悲心呢 那就是剩下分別心 那就不好 有的悲心 一句奧彌陀佛都好 一個大悲咒也好 沒有身沒有錢 只要能夠幫助眾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 想著六趣眾生 種種苦惱 你沒有這個悲心 那學佛法就很可怕 因為蛇喝水便毒啊 如果沒有悲心來學佛法 就會分別佛法的好好好 還高高低低 因為佛法 它只是一個慈悲的方便 就像你看到 你最愛的兒子被扒皮 你最愛的女兒被強姦 那怎麼救呢 因為我們在念佛 所以呢 你今天下了地獄 你不會受地獄的苦 因為你坐在佛菩薩加持的 種種的花 像蓮花台一樣 飛到其所 飛到這個受苦的爸爸媽媽之前 趕快要去把他身上的刀拔掉 身上的火滅掉 身上的血讓他停掉 調身按摩 流淚如雨 欲滅其火 背負悲梗 變成更大的悲心 各位你看電視 有人小孩子被撞死了 媽媽一到那個地方就啊 然後呢 像神經病一樣在那邊掙扎 這就是這個意思 痛徹骨髓 所以修慈悲心 一定要感受到眾生的苦 進入你的心 進入你的身體 進入骨髓一樣 我們叫愛你入骨 恨你入骨 這樣 我們是把眾生的苦 碰到我們的骨髓裡面 如果各位想一想 還不會掉眼淚 還沒感受 就像各位我常常講的故事 曾仲比丘出家了 因為他爸爸早就死了 家裡很有錢 他是個獨子 但是他希望能夠去 護持三寶 甚至經常接近出家人 他媽媽就一直罵他 不要跟那些光頭在一起 那些光頭不好 也不要跟我拿半毛錢去 曾仲比不好講話 因為他孝順媽媽 等媽媽往生了 他把錢全部布施完了 他就去出家 結果出家一二十年 反正很精進 但是因為他媽媽本來下地獄 他出家以後 他媽媽就可以脫離地獄 但是他的媽媽每次都 在後面等著兒子 因為他曾仲在那邊打坐 觀修 他媽媽就在那邊等功德 所以剛剛我沒有灑水 結果有一天 曾仲修得比較陸定 還可以感受到軌道 終於聽到他媽媽在叫他 曾仲啊 曾仲啊 我是你的母親 還看到他的媽媽 但是他根本 雖然那個聲音是他媽媽的聲音 外表一點都不像 全嘴巴在冒火 沒有衣服穿 每個皮膚都像木材一樣 頭髮綁著身體當衣服 卻然唸出來雖然是他媽媽的聲音 他說曾仲啊 曾仲啊 你趕快餵媽媽 因為他媽媽嘴巴開始要吐火了 替我去供養你們所有的出家人 讓媽媽離苦 結果曾仲就問這個惡鬼 你真的是我媽嗎 他媽媽說啦 過去我毀謗三寶 不讓你去布施 不讓你出家 然後這樣毀謗三寶 墮落地獄 好算你出家 我可以投胎做惡鬼 只要你在打坐修行 我就躲得遠遠的在等著你回向 所以各位 我們做什麼功德 一定要回向 那些累劫冤親在主 父母 祖先都在等耶 所以曾仲一聽 跑來問佛陀 佛陀啊 那真是我媽媽嗎 佛陀說曾仲啊 你修了這麼多年 終於你媽媽脫離地獄島 但是呢 你如果要幫她 真的 你用水 因為曾仲沒錢了 用多少出家人 你供養多少杯水 然後把你的祈願 告訴出家人說 我為我惡鬼道的媽媽 供養你們 那這些出家人 一定會把功德回向 結果這樣 一回向 那真宗的媽媽 當下脫離惡鬼道 在空中 現成神的形象光明 跪下來感謝大眾 所以 那各位要經常想 我不能說 像我這樣在講 你不要說 真宗比丘她媽 那不對 你就是真宗比丘 哎呀 惡鬼道就是我媽 乃是我就是那個惡鬼道 哎呀 我要祈求三寶的價值 所以如是做官 經常這樣 就像各位老師說 你到一個黑暗的地方 觀想的時候 有鬼你都會觀想到怕 對不對 那個最容易觀想 但是 你要把所有眾生 都當做你的媽媽 雖然她在地獄道 惡鬼道 她在做魚被殺 就像各位也常聽我講一個故事 我在這邊必須講 有一個有錢人 很久才生下一個兒子 他們夫妻就很疼這個兒子 結果呢 兒子喜歡吃活魚 他們乾脆弄了一個大魚尺 像游泳池 每天買活的魚 然後呢 兒子喜歡吃哪一隻 就殺哪一隻 後來這個兒子 16歲就暴斃死亡 死了 死了以後啊 哎呀 媽媽就哭啊 哭到每天沒辦法起床 做爸爸的 我賺了這麼多錢 我賺這個多錢 就是要給我獨生子 她一點都拿不到 她自己也不想做事業了 每天就照顧她生病的太太 那有一天她想說 太太病得要命啊 乾脆自己去市場買一些 補的東西給太太吃 希望她好一點 結果她到了市場的時候 哇 他們在賣很多肉啊 剛好很多活魚啊 她本來沒有要買魚的 她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突然有一隻魚一直跳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她想說好吧 就買這一隻吧 結果呢 有一個出家人走過來啊 就把那個魚一直跳一直跳 的 他在唸什麼給他聽 爸爸救我 爸爸救我 他一聽了 我兒子呢 變成一隻魚 你趕快多少錢也把他抱回家 抱回家就放在那個游泳池裡面 天天啊 兒子啊 兒子不敢跟他太太講 你吃的到了都跟你有緣喔 所以呢 吃什麼變什麼 做什麼變什麼 這是真的啦 所以如果你這樣去看一隻魚 你就像你的父母 你的兒女一樣 那你真的會 會哭啊 會想要救他 你如果各位能夠觀到如此 你就變成每一個佛最愛的獨生子 為什麼 並不是你讀多少書 你出家在家 而是你的悲心跟佛陀一樣 我想我們 看了這麼多的佛經 研究這個佛法 看你這個人心腸 有沒有這麼慈悲 這麼柔軟 這個才叫修行 甚至你用你的生命 要去替他們被殺 這個叫修行 千萬不要 越學佛以後 越能酷 越排斥別人 越孤僻 越高傲 這代表你完全沒有學佛法 所以這前面這一段非常重要 因為你有這個悲心 你再來念佛號 念咒語 那就會產生佛的力量 記住這句話 如果沒有大悲心 念佛誦經持咒 達不到那個力量 除了有這個悲心 感受到 我想佛陀感受眾生苦 跟我們感受媽媽的苦是一樣的 那各位要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要細心不亂 想著六趣眾生 種種的苦惱 而想要去救拔他 那你就進入佛陀的心 以佛同心來念佛持咒 所產生佛的力量 去超渡他們 所以我們現在要這樣 止盡 幾分鐘 那各位一直想 一直想 那些大鯊魚 那些大鯨魚 那些海豚 那些豬 那些可憐的惡鬼道 被墮胎的小孩 包括世間的人類 你不要看他現在很有錢 很出名 他一樣要老病死 所以有這麼多隱格心 自殺 得癌症死 各位看了報紙那麼多 這個出名 他只是享受一種欲望 一種知名度 又不能解脫他的老病死 所以 人 只要你在輪迴裡面 不管你是誰 都是痛苦的 唯有一種人來輪迴 是不痛苦的 就是菩薩 震得從極樂世界 震得空性 含著悲心 到地獄 到惡鬼道 去投胎做動物 去投胎做各種人 他就像沒犯罪的人 去監獄去救人一樣的快樂 我們就是希望要得到這個功夫 但是要得到這種功夫 首先你要培養大悲心 以這個大悲心 接近佛陀 親近阿彌陀佛正的空性 然後大悲不退算再 趁願再來 為我們這樣來發起這樣的心 因為我們發起心越大 我們能夠利益的眾生就越多 而並不是說排位寫多大張 所以排位再大張 還不如你一顆大悲心 以定中 希望能夠經常這樣念習 所以我這一段講了久一點 希望各位每天都把這一段 當作你禪定的 打坐的 誦經的前行 以有這個前行 所以你來修你的語 以鬼念你的經典 抄你的經文 就變成一種功德專心 以這個大悲心 而能夠把佛的力量展現 幫助眾生 最後把這個功德 回向給法界眾生 所以所有佛經典 咒與佛的功德 能夠展現在這個世間 是透過我們的信心 跟對眾生的悲心 所以我們要隨時保持一個清淨心 一個絕對的清淨 相信佛的 然後去意念的眾生苦 那修行就是這樣圓滿 各位千萬不要把修行說 我要修哪一個法門 我要讀什麼 這個隨身寅願 佛菩薩會安排 但是你要保持這樣的心態 每天都要練習 練習到 篡習到 很熟悉 一念阿彌陀佛就是 就是變成阿彌陀佛 進入了地獄到 進入了痛苦的世界 去幫助眾生 讓他們離苦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將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進入您的心 改變您的生活 幫助這個世界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林口昌近年醫院 臨床讀物中心主任 嚴重海醫師 到底要怎麼使用 赤粒酸水 才是安全又有效呢 赤粒酸水跟漂白水 這種類似 但刺激性較低 目前市面上的赤粒酸水 主要用在環境的清潔 應該是避免使用在人體上 民眾若要清潔環境的話 也可以使用 含赤粒酸辣的漂白水 以1比100的清水 稀釋或使用 赤粒酸水穩定性差 保存期限不長 酒房會失效 照光容易分解 要保存在不透光的容器裡 並放置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以免勿食 民眾若要清潔手部 應以肥皂洗手 不方便的話 可以使用75%酒精 對抗武漢肺炎疫情 因從自身親肌手開始 才是最有效 預防疾病的方式 請吃素 鼓聲 施咒 念佛 點燈 施時 施藥 進掌集資 恨時即祥 回鄉世界 風雨順時 無有災難 眾生無病無苦 效災贈福 發菩提心 福慧圓滿 天 南